在家中的话举例而言 比方说在客厅的部分 我们一些危险的物品还是要把它收好 比方说像一些钱币啊 剪刀啊 日常生活一些比较危险的用品 再来就是像一些药品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放在小朋友不容易拿得到的地方 放高高或是更好的方法是可以把它放在柜子里面 把它把柜子上锁 其实我们平常有很多部分我们吸尾厂不会怎么样 但是其实都还是在默默可能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然后就造成伤害 对 所以就是还好有今天的演讲可以稍微提醒我们一下 好 这一场讲座包括了有儿科医师 营养师 药剂师 还有护理师 都来到现场透过抢答的方式炒热现场气氛 也提醒家长们注意家中的环境安全 从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实施注意居家环境 随手收拾危险物品的习惯